好 那我们继续吧 讲一下循环和组件 这儿我们先把这个message给删掉 这个没什么用 在这儿可能会有干扰 好 那保存我们刷新一下 OK 没问题对吧 那我们可以先把组件给讲一下 组件呢 其实比较简单 这个思想呢 其实如果是你学过VU React 那你很容易理解 说白了 这种服务端模板引擎历史是非常早的 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 就是刚出来那个GSP那个什么技术 PVP那个技术 已经开始用这种方式来去做动态网页 就是说那个Web 2.0刚开始的时候 基本上就用这种方式来做动态网页 所以说它的历史比较早 那这个组件化的这个思想呢 也是比较早的 就论资排比来说 VU-E和Rex 应该是借鉴于他们的这种思想 当然现在组件化在前的框架发扬光大 这是另外一回事情 OK 那我们可以在VU-S这个文艳夹中 我们建一个叫Vegis的一个文件夹 从中里面我们就专门放组件 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 给它处理成一个组件 就是个人信息的一个组件 比如说我们就叫 有的info 叫egs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 给它拷过来就行了 OK 这样的话 其实这个组件就已经建完了 就已经建完了 然后这里面它有一个变量 叫atme 对吧 好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需要引用这个组件 引用这个组件怎么引呢 就是通过 监管号 mr2 百分号 监管号 还是这种方式 然后一个横杠 就这个地方是横杠 不是等号 然后include 用include来引就行了 OK include 然后目录 目录是什么呢 目录是Vegis 就相对目录就可以了 Vegis 然后user info 这里面通过这个方式来引 因为userinfo 它还需要一个什么 还需要一个变量 叫asme 对吧 然后这个变量呢 其实是在我们渲染这个index的时候 就给它传过来了 所以说我们再把这个变量给它传进去 这样的话 第二个参数就是那个 我们所有的变量 就是asme 等于什么东西 我们就js 其实这么写的话 有点繁琐对吧 减写就是这么写 js就是减写是这么写 好 这样的话 按理说就可以了 我们保存一下 好 大家看没有变 对吧 就是没有变 没有变 说明就是这个地方是正常引用 那为了我们看得清楚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再加点东西 比如加个横杠 保存 好 大家看横杠出来了 而且还有这个关注按钮 对吧 那如果我们再把这个asme改成tree的话 保存 按照之前的逻辑 它应该显示这个链接 对吧 好 我们小心一下 确实是显示这个链接 OK 那就是 我们定义这个组件 无论放在什么文件夹 当然按惯例 我们是放在vgis文件夹下的 定义这个组件 然后我们在引用的时候呢 就直接通过这个include 这个语法来引用就行了 第一个参数就是这个组件的 这个相对目录 第二个参数呢 就是我们需要传的所有的变量 这只有asme一个变量 对吧 如果两个变量的话 比如说a变量 b变量 三个变量 两个变量都可以这么传 对吧 好 这就是组件的引用 然后我们接下来写一个循环逻辑 循环逻辑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组件里面去写 我们可以新建一个组件 这个先关掉 这个组件的名字 比如说我们叫一个bloglist 就是我们将来要显示那个微博的列表的一个组件 我们可以在这先简单模拟一下 并不一定是真的数据 好 我们建了空的一个组件 对吧 然后这个组件呢 我们想要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想要一个 一个数组 微博是个列表 对吧 列表肯定是需要一个数组的 比如说我们就在这拼一下 好 就是说我们在渲染 index的这个页面的时候呢 我们给他传一个叫 比如说叫bloglist 它是一个数组 数组第一个 就是叫id等于1 然后title等于AA 好 这样一个就行了 然后我们也弄三条吧 id分别是123 title分别是AABBB4DC 好 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在往index这个模板中传的时候 我就传了个bloglist的一个数组 对吧 这个数组中就有三个元素 每个元素都有一个id和title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往这个blogs里传的时候 肯定就是把这个bloglist 给他传过来对吧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组件来去渲染 就是循环去渲染 这个情况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就通过 之前怎么写AF 这个地方就怎么写循环又行了 比如说我们常用的bloglist. 这个数组嘛对吧 for each 然后这里面呢 就是说 for each里面是一个函数对吧 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个写就行了 OK 这么写的肯定是不行对吧 因为他要要求这个 就是这两个要分离开 分离开 所以说我们就给他 比如说这个地方给他做一个 在这儿做一个结尾 然后把这个给他拿过来 然后这儿呢 给他逼上 OK 那这就是循环的开头 这就是循环的结尾 对吧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做一些事情了 比如说 我们可以写一个li li里面呢 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写变量了 对吧 变量比如说 这里面我们可以通过写变量的形式 来写blog.title 那个title其实就是这个地方的title 对吧 就是每个元素嘛 它都有title 所以说这个blog就是那个每个元素 然后点title就是这个变量 对吧 这样就出来了 当然你光有li不行 不然还得有一个什么 还得有个ul对吧 OK 大家看 一个列表 一个ul列表就是无序列表 然后里面呢 通过这个for each循环 然后给他加了一个 就是通过这个bloglist的数量 给他 然后辨订出多少个list 这样就行了 好 保存 OK 这样的话 我们需要去引用这个 我们再加一个叫hr 就是一个横线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按照这个 之前学习的这种方式 inclose的这种方式 inclose 然后里面 vgits bloglist 这是第一个算数 第二个算数呢 我们需要把一个什么 把一个那个 我们路由中传的这个bloglist的 这个变量给他弄过来 这样就行了 对吧 好 保存一下 我们刷新看一下 有没有报错 好 大家看就出来了 对吧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加第四个 我们再测试一下 第四个里面 我们可以ID写成个4 然后ddd 对吧 保存 刷新 虽然说我们这儿有ID 有ID我们没有用 对吧 我们这个里面没有用 你想用的话也可以 比如说我们就强行的用一下吧 比如说他的这个dataID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个 inclose的属性嘛 都有双印号 是吧 双印号其实这里面我们也可以这么写 OK 这里面我们就写一个blog.id就可以了 就这么写就可以了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刷新一下 我们看原码就可以了 看原码 大家看每个li元素里面都有一个dataID等于1234 对吧 好 那这样就OK了 这就是那个循环和组件引用 其实很简单的对吧 一会就讲完了 还有一点就是那个 我们这个1-s 所有的1-s文件 不管是这个页面 还是说这个组件 我们都可以很正常的去使用一个script的标签 然后里面去写那个什么 写那个 js 比如说 代应个100 对吧 我们就可以写js 然后保存一下 大家看 代应出了100 对吧 我们看原码 这个地方确实有个script 然后代应出了100 就是 1-s最终产出的是一个dataID文件 对吧 你里面可以在任何地方 一般是在这个文件的下面 去写script的标签 然后执行你自己的js的逻辑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显示 blog list的一个组件 是吧 显示组件 那显示组件 它下面可能会有一个什么 我们就加载更多 就加载下一页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这儿 比如说我们订一个button 然后点击的时候 它通过这个artex的方式去加载下一页 然后把它渲染到这儿来 这个逻辑呢 你就在这个script里面写 这个后面我们会再详细的去看这个逻辑 OK 那再说我刚才说到那个最后 要强调的一点 就是所有的这种EGS 或者说其他的这种服务端渲染疫情 它本质上是个什么东西呢 是一个SSR SSR这个意思呢 就是这个serial side render 就是服务端渲染 对吧 这个我们最常见的方式是 在那个VU1和Ravit 他们有一些技术 可以做服务端渲染 其实这个跟左借话一样 就是论资排配来讲 这个VU1和Ravit 刚刚推出SSR 它也不是一个创新 它也是通过之前也有的这种机制 来去做的一个技术性的一个微创新 只能说是 就SSR这个技术呢 就是从这个服务端渲染模板引擎 这块已经有了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就是个SSR 就是只要是服务端渲染出来 服务端能通过结果 动作来给出HCML数据 都算是SSR 都算是服务端渲染 就比如说 我们先删掉这个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是bloglist 我们能在服务端通过 判断它的这个长度 然后给它每一条都显示出来 然后我们直接输入个浏览器的 我们看一下 输入个浏览器的其实 冲进 好 重新刷新 就是说后端通过模板渲染 输入个浏览器的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净 它的一个渲染之后的结果 这样的形式都是SSR 对吧 相比之下 不是SSR 就是那种SPE的形式 就是前端渲染 对吧 前端渲染它不会出这种东西的 前端渲染只会出一坨GS 然后GS通过阿杰克斯去请求后端 拿到这个1234 ABCD这些数据 然后再把它通过GS的能力 去渲染到这个阴面中 这样的话 你这个阴面原代码 是不会出现这种 就是已经有的这种结果的 所以说SSR它并不是一个什么 挂大上的什么高深默测的东西 它本身就是这么一种技术 就是通过服务端的能力去 把我们想要的东西给拼接出来 然后直接一次性的吐给前端 前端就不用再算 也不用再想 也不用再请求 也不用再渲染了 对吧 傻瓜式的显染出来就行了 这就是SSR 说到这儿 我想起一个故事 就是我们前段时间 公司内部说了一个简历 然后有个同事说 哇 简历上这个人说 他会用Java去做SSR 好厉害的样子 然后我在一边就默默的感觉 Java做SSR不就GSP吗 有什么厉害的 然后那哥们可能就以为 他用Java去实现 什么Vue和React什么什么东西 其实SSR这个东西 本身和Vue和React 并没有太多关系 只能这么说 就是Vue和React 它本身是借鉴的 之前的一些思路 这个思路 最后在20年之前 至少在30年之前 就已经有了 而且在20多年之前 已经推广开来了 就是1990年的时候 那个GSP 就真正的这个动态网线 才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突免开了 OK 那这就是本节 就是通过这台小节 我们讲了一下 这个EGS 也就是服务的摸摸引擎 我们该做什么事情 然后接下来 我们要做这个项目 我们就通过这种 服务的摸摸引擎来做 然后通过服务的摸摸引擎 也能一次性的 把所有的结果都渲染出来 然后反过去前端 也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来学一学 这个服务的摸摸引擎 该到底如何去 在实战中去应用 因为这个的话 我们毕竟还是只是demo 对吧 OK 那最后我们别忘了 把这个 我停一下 我们把代码提交一下 然后我们修改了这两个文件 然后增加了这么一个文件 对吧 提交之前 大家最好是有一个习惯 就是看一下Diff 看一下Diff 看自己改了什么东西 别有一些 不该提的 然后顺手就提上去了 比如说有些Debugger 有些Causal Log 一些东西 你就是白眼这么一看 就知道 是不是全部是 你自己需要提的东西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我们就直接提交 然后这个联网 我们还是个Future 一个功能 对吧 就是JS演示 这个联网 它其实我要去设置 这个 做一些配置 其实这个做一些配置 基本上去 需要做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这设置一下吧 是Commit 给它 可以费一个 user.name 比如说我们叫 双叶老师 给它 可以费一个 user.email 这样的话 它接下来在Commit 它又不会去 给你询问了 就是说 你在实际的企业开发中 你每次Commit的时候 它就会带你的个人信息 对吧 你的个人信息 就是在这个目中下 要去配置一下 如果它提示的话 就配置一下 然后用户名 是你公司的用户名 然后这是你公司的邮箱 这样的话就能 在你每次提交的时候 都会把个人信息带上去 然后Git里面的提交历史 就能看出是谁提交了 对吧 要不然的话 都是一些电脑的一些 账户名 或者说其他的名字 这个很难认 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就配置一下就行了 好 然后我们就 我们再看一眼 Gitlog OK 这个地方已经有了 对吧 然后我们就 上去 OK 那这一节到处结束